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正在對中國進行為期兩日的國事訪問 預計兩國領袖將會重點討論雙邊貿易等問題 埃爾多安星期三在北京與中國總理李克強舉行會談 埃爾多安日行包括大約100名工商界代表 顯而意見今次訪問的一個重點是加強土耳其和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經貿關係 埃爾多安啟程前往北京前,土耳其正在尋求採購遠程導彈 期待中國提出更好的條件 之前土耳其選擇向中國採購新型導彈引起北約盟國對安全的擔憂 幾個星期前,土耳其發生多次反華示威抗議中國對新疆維吾爾族人的高壓政策 分析認為由此引發的外交爭議亦可能會在會談中提及 埃爾多安此行還表示將會與中國討論反空合作等問題 我們知道現在一會見 經過三飛 напр腳臉 說明現在一會見 非常之間只要有機會 又是五飛遵日的第一位 那 Lay One 立正ど便可以見 李氏雅雅雅雅雅雅大